不同国家的神婆念经曲 每一首都曾火遍全网 你觉得最能代表国内的是哪一首歌呢 中国台湾乐坛克拉奇的 万千花蕊慈母悲哀 是从灵肉血骨里脱起的世间慈悲 苏云英另一首出圈代表作《月下》 旋律响给人一种祭祀在祭坛上跳舞的感觉 诡异又上头 说到国内神婆风的鼻祖 还得是萨领领的万物声 还登上了英国皇家阿尔伯特剧院 看完这个现场 真的有种被超度了的感觉 华夏第一神婆大祭祀 可不是开玩笑的 韩国的setting 整首歌不仅旋律时分洗脑 歌词也非常魔性 靠着独特的神婆风 上行后在国内引起一阵施法舞热潮 因歌手长相和声音酷似玛丽 又被网友称为被萨领领附身的玛丽 日本的千年的祈祷 由日本新世纪音乐乐团机神创作 明明是日本人作曲 但旋律大气磅礴 有人听到了唐朝盛世 有人看到了敦煌飞天 有人看到了青藏高原 日本不仅有神婆念经 还有真正的佛系歌手 听僧人在Live House唱班若心惊 在喧闹中疗愈 听完不禁感叹的一句 大师我误了 最后一起来听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惊 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惊 unft不抂忆 音楽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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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的